家里的味精和鸡精试完以后啊 不要再出去买了 教你在家自己做健康无添加的味精 首先把干香菇中加入一勺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够快速地洗掉香菇上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剪刀把香菇剪成细丝 尽量地剪细一点 接着锅烧空气 下入香菇丝 用小火给它慢慢炒 香菇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对人的好处非常多 炒到像这样轻轻掰断 就可以盛出来了 继续锅烧空气 倒入100克的生晒虾皮 虾皮中含有丰富的钙和蛋白质 经常给孩子吃非常有好处 用小火炒两分钟后 加入10克撕好的紫菜 一颗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给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辛苦您了 炒到虾皮和紫菜一捏就碎 先把香菇打成粉 再下虾皮和紫菜一起打成粉 纯天然的自制 我已经就做好了 自己做的没有添加剂 煮面条的时候 放上一小勺 加点葱花 再放生抽和香油 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要放了 汤鲜味美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